吉安湘公所在星期六的下午举行了哈喽吉安同乐会 为黄昏市场前的哈喽公园举行了街牌仪式 现场有Say Hello 阅读推广活动 还有清洁队的玩具回收日活动 以及有爱智者社区相伴Round半台湾的活动 乡长游淑珍和靳千薇的乡亲 共同欢庆哈喽公园正式亮相 黄昏市场前的广场经过票选之后定名为哈喽公园 吉安湘公所特别举办哈喽吉安同乐会 连结乡立图书馆的阅读活动 和清洁队的玩具回收日活动 还有2023 Round半台湾活动 共同来欢庆哈喽公园正式亮相 哈喽公园展新亮相 欢迎大家来到黄昏市场前的哈喽公园Say Hello 无论是老幼老少族群融合地方产业 未来的休闲运动 都会在哈喽公园里面 跟大家做全新的展开 我们相信吉安的乐活 会因为大家的礼仪 大家的打招呼 大家的快乐 透过哈喽来跟大家问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吉安 世幸乐活幸福共享 哈喽吉安同乐会 邀请了许多社团参与 轮番登台表演 场边也有宣导摊位和趣味游戏 吸引了上千民众到场同乐 乡长游淑珍表示 哈喽不仅是地标名村 更是乡亲们互相打招呼的用语 未来哈喽公园也会成为吉安地区 举办各项活动 还有民众运动休闲的好所在 借旅会吉安相报道